享誉全球的现代惊悚大师史蒂芬金的很多小说作品 都被成功改编成了影视剧 比如我们熟悉的《萧生客的旧熟》 《闪铃》《迷雾》《危情时日》等等 这些影视作品大多都名造一时 有些甚至在电影史上都留有重要地位 本期节目天称给小伙伴们带来一部 根据史蒂芬金成名作改编的惊悚电影《魔女嘉丽》 本篇也是这位惊悚大师的小说首次被搬上荧幕 故事的女主角嘉丽是一名其貌不扬的女高中生 嘉丽在单亲家庭长大 母亲是一位追求极致纯洁的宗教信徒 在嘉丽母亲的眼里 夫妻或情侣间的身体互动都被认为是一种不洁行为 因此她长期将女儿视作是自己禁欲失败 遭到恶魔引诱而淡下的恶果 如果不是母亲信奉的教义绝对禁止堕胎 嘉丽恐怕根本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 母亲偏激而狂热的信仰 给嘉丽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从小到大 她从未得到过母亲的任何关爱 因而养成了自卑懦弱的性格 由于平时不善言辞 加上笨手笨脚 嘉丽在学校里 长期受到其他同学的嘲笑和排挤 在一次体育课上 她因为没能接住对面打来的排球 又一次遭到同学和队友们的无情嘲弄 嘉丽对此早就习以为常 下课后 其他女同学一起来到公共浴室洗澡 嘉丽只能独自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默默擦拭着自己的身体 这时 她猛然感受到了自己身体的异常 低头一看 原来是来了出巢 这本来是少女的正常生理现象 但母亲此前从未向嘉丽 普及过相关知识 懵懂的嘉丽误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她惊慌失措地想要向女同学们求助 结果遭到了大家的疯狂挖苦 一位名叫南希的女同学 还故意将储物柜里的卫生棉 扔到嘉丽的头上 其他女生见状 也纷纷效仿南希的行为 开始肆无忌惮地戏弄嘉丽 同学的霸凌加上对鲜血的恐惧 让无助的嘉丽情绪变得异常激动 她蜷缩在浴室的角落里 绝望地尖叫哭喊 一位名叫苏苏的女同学 看着嘉丽如此惊慌和狼狈 感到了一丝不安和愧疚 首先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与此同时 随着情绪越来越失控 嘉丽身体内似乎有一种神秘力量正在觉醒 伴随着她的尖叫 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突然爆裂 好在这时负责体育课的女老师文讯赶来 赶走了欺负嘉丽的同学们 然后温柔地抱住嘉丽 轻声地向她科普了相关生理知识 嘉丽这才渐渐冷静下来 但她在浴室内的囚事 很快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 成为同学们课间的谈资和笑料 嘉丽顶着众人异样的目光 好不容易熬到了放学 在回家的路上 她又遇见了邻居家的一名熊孩子 由于嘉丽的母亲经常跑到隔壁四邻家中步道 宣扬一些境遇言论 搞得邻居们不胜其烦 嘉丽也因此不受周围同龄孩子们的待见 此时 这名熊孩子见到嘉丽独自放学回家 便忍不住上前戏耍他 嘉丽在忍无可忍之下 狠狠瞪了熊孩子一眼 谁知他这么一瞪 竟然让熊孩子不可自控地摔倒在地 嘉丽心中感到哑然 他恍惚感觉 自己似乎可以用意念来伤害他人 回到家后 嘉丽将今天在学校的遭遇全都告诉了母亲 并质问对方为何没有提前给自己科普生理之事 没想到 母亲不仅没有安慰嘉丽 反而抄袭一本经书 不断敲打嘉丽的脑袋 在母亲看来 女性的生理期是上帝对罪恶之人的惩罚 如果一个女人受到魔鬼的诱惑 有了不洁的想法 上帝便会让起越越流血 以此洗脱身上的罪孽 既然嘉丽来了出巢 说明内心已受到魔鬼的诱惑 因此 她必须要念诵经文 向上帝忏悔 才能得到宽恕 对于母亲的这番奇谈怪论 嘉丽试图上前辩解 最后直接被母亲锁进了一间小黑屋 逼则昏暗的空间 历史让嘉丽感到窒息和恐惧 她发疯似地拍打屋门 哀求母亲放自己出去 但嘉丽母亲始终不为所动 无奈之下 嘉丽尝试着用意念打开门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上锁的屋门 竟真的按照她的想法自动打开 第二天 嘉丽提早来到学校 查阅了相关的书籍资料 结果发现 她的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书上说 如果一个人长期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 就有可能爆发超乎寻常的能力 比如用意念移动 控制 甚至毁灭物体 嘉丽对自己拥有这种神秘力量 既感到庆幸 又有些恐惧 当天的体育课上 那位帮助过嘉丽的女老师 严厉训斥了 昨天在浴室 欺辱过嘉丽的女生们 并对她们实施了高强度的体罚 没有完成体罚的女生 将会被取消舞会资格 原来 两天后学校将举行一场舞会 几乎每个女生都期待 在舞会上闪亮登场 因而 绝大多数人都乖乖接受了 女教师的惩罚 唯独昨天带头闹事的南希 很不服气 拒绝执行老师的要求 并当众与其大吵了一架 女教师在一气之下 删了南希一记耳光 然后当场取消了她的舞会资格 跟老师的这次冲突 并没有让南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反而让她加深了对嘉丽的怨恨 在所有欺负嘉丽的女生中 只有苏苏一个人真心悔悟 为了给嘉丽一点精神上的补偿 苏苏委托自己的男友汤米 主动邀请嘉丽一起参加舞会 希望以此能让嘉丽找到一点自信 汤米原本不想跟性格孤僻的嘉丽搞在一起 但经不住女友的软膜硬泡 最终答应帮忙 可当汤米向嘉丽发出舞会邀请时 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其实嘉丽很想参加舞会 但性格自卑的她 不相信汤米会真心邀请自己 况且汤米是苏苏的男友 嘉丽怀疑两人很可能是在设局戏弄自己 所以干脆对汤米一句了之 体育女老师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 主动将嘉丽拉到一面镜子前 夸赞她是一位漂亮可爱的女孩 应该要对自己有信心 随后女教师又私下找到汤米和苏苏 警告两人不要再戏耍嘉丽 苏苏赶忙解释称 自己并无恶意 只是真心想要帮嘉丽找到自信 女教师听完苏苏的解释后 也就默认了她和汤米的做法 当天放学后 汤米追到嘉丽的住处 再次邀请她当自己的舞伴 嘉丽被汤米的诚意打动 最后答应与其一起参加舞会 当晚的晚餐期间 嘉丽将汤米邀请自己参加舞会仪式 全都告诉了母亲 结果遭到了母亲的严厉指责 母亲勒令嘉丽 不准和汤米去参加舞会 在她看来 女儿今天能答应跟男孩跳舞 明天就有可能跟男孩一起滚床单 因而她绝不会允许 这种龌龊的事情发生 嘉丽苦苦哀求母亲 真称自己只是想成为一名普通的女孩 结交几个真正的朋友 不想永远活在别人的嘲笑和排挤之中 哪知嘉丽的这般真心告白 意外戳中了母亲的痛楚 母亲先是气急败坏地 泼了嘉丽一脸酒水 接着就嘴炮全开 骂骂嘉丽是一条发情的母狗 自从来了出巢之后 就开始招引肮脏的男人 骂完之后 母亲又扬言 要立刻带着嘉丽搬家 远离这个流氓环似的是非之地 说着还站起身来 准备收拾行李 仿佛真的马上要搬离这里 看着母亲壮弱疯癫的模样 嘉丽心头燃起一股怨气 她再一次启动意念之力 隔空关闭了嘉丽的所有门窗 母亲历时被嘉丽的超能力 吓得慌乱不已 并认定女儿的灵魂已被魔鬼占据 所以才能拥有这种 超乎寻常的可怕力量 讲到这里 嘉丽母亲开始神神叨叨地念诵起经文 像是在祈求上帝 收服眼前的这只恶魔 嘉丽没有理会母亲的疯狂举动 她已下定决心 跟汤米一起参加学校舞会 为此 嘉丽特意找来一块布料 亲手给自己缝制舞群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南希 还在为自己被取消舞会资格的事耿耿于怀 为了报复嘉丽 南希和自己的校爸男友 想出了一个恶毒的计划 两人先是跑到一家养猪场 搞来了一桶新鲜猪血 并在里面加入了抗宁血计 然后悄悄显入 明晚举办舞会的室内体育馆 将这桶猪血悬挂在房梁上 舞会当晚 将会票选出一对最佳舞伴 南希的计划是 先通过作弊的方式 让嘉丽和汤米当选最佳舞伴 届时 两人会从五十前往舞台 迎接王冠和观众的掌声 南希决定 在这个时候 将选掉在舞台上方的鞋童拉倒 给嘉丽当场来个猪血零头 以示羞辱 嘉丽对南希的险恶计划 显然毫不知情 第二天傍晚 她平生第一次 给自己画上美丽的妆容 穿上精心缝制的舞裙 和汤米一起来到舞会现场 这里此时聚集着 很多打扮精美的少男少女 汤米表现出了绅士般的风度 轻拥着嘉丽 在人群中翩翩起舞 嘉丽从未感受过 来自异性的温暖 一时之间陷入了 如吃如醉的状态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 马上就到了票选 最佳舞伴的环节 南希跟统计票数的同学 提前串通 悄悄调换了所有人的选票 汤米和嘉丽毫无悬念地 成为当晚的最佳舞伴 这时 没有参加舞会的苏苏 从后门绕到舞会现场 想要亲眼见证 嘉丽和汤米的光荣时刻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汤米领着嘉丽走上舞台 接受了鲜花和喝彩声 嘉丽对这一刻无比感动 不禁露出了罕见的甜美笑容 仿佛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 台下的苏苏 见嘉丽意气风发的样子 也忍不住露出彗星的微笑 就在颁奖仪式即将结束 苏苏正准备悄悄离开现场时 无意中注意到 舞台边上有根突兀的绳子 正在晃动 顺着这条绳索 苏苏猛然发现了 悬吊在房梁上的铁桶 并同时注意到了 躲在舞台下方 拉动绳索的南希 及其小霸男友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苏苏 刚打算上前制止 结果被突然出现的体育女教师 强行拖到了屋外 原来女教师误以为苏苏处于嫉妒 想要破坏嘉丽的美好时刻 哪知她刚将苏苏拖到室外 室内就发生了惊悚的一幕 悬吊在房梁上的那桶猪血 已经倾覆 并不偏不倚地淋了嘉丽一身 现场随即陷入一片死机 所有人都用奇怪的目光 注视着狼狈不堪的嘉丽 嘉丽仿佛从云端 一下子坠入深渊 完全不知所措 旁边的汤米 则愤怒地质问在场的众人 是谁干的这种缺德事 结果被从天而降的铁桶 砸中脑袋 命丧当场 原来 南希和肖拔男友 在完成恶作剧后 就扔掉手中的绳索 匆匆逃离了现场 惩放猪血的铁桶 在失去牵引后 从高空重重坠落 堪堪砸中了倒霉的汤米 看着这个唯一 带给自己温暖的男孩 死在面前 嘉丽陷入了恍惚之中 她仿佛看到现场的所有人 都在无情地嘲笑着自己 巨大的情绪波动 让嘉丽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 她先是用意念 锁死了舞会现场的所有门窗 然后开始无差别地攻击 在场的众人 清客之间 整个舞会现场血流成河 最终所有人都被愤怒的嘉丽 徒露殆尽 就连平时对嘉丽 关怀备制的体育女老师 也未能倾免 在杀死所有人之后 嘉丽的怨恨又化作一团烈焰 点燃了整座体育馆 此时躲在外面的南希和笑爸男友 被眼前一幕吓得魂飞魄散 两人慌忙驱车逃离了现场 但很快被杀红眼的嘉丽追上 南希还想怂恿男友 直接开车撞死嘉丽 但笑爸男友还没来得及动手 汽车就在嘉丽的怒目注视下突然发生爆炸 南希和男友立刻命丧当场 大开杀戒完之后 嘉丽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 她先是洗净了身上的所有血污 然后换上干爽的睡衣 一头扑进母亲的怀里 想要寻求一点温暖和慰藉 谁知母亲见嘉丽扑进怀里 居然悄悄摸出一把水果刀 狠狠扎进了女儿的后背 因为她已认定嘉丽被魔鬼附体 所以必须要将其斩杀 剧烈的疼痛让嘉丽本能地看似反抗 她再次启用意念之力 操控着厨房里的各种刀具 刺穿了母亲的身体 等嘉丽缓过神来后 母亲以命丧其手 意识到自己亲手杀死了母亲 嘉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她的超能力再度失控 整栋房屋随即渐渐坍塌 心灰意冷的嘉丽抱着母亲的尸体 一起葬身在了废墟之中 故事的最后 此前被体育女老师强行拖到室外的苏苏 成了这场悲剧中唯一幸存者 但也被吓得大病了一场 在恍恍惚惚中 苏苏抱着一捧鲜花来到废墟前 想要祭奠嘉丽 这时 废墟中突然伸出一只谢玲玲的鬼手 死死抓住了苏苏 惊恐万分的苏苏 即刻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魔女嘉丽》是被搬上 荧幕次数最多的史蒂芬金作品 其中最经典的就是这部 当代悬疑大师布莱恩德·帕尔玛 指导的1976年版 该片也被认为是 校园青春恐怖片的开山鼻祖 据说 史蒂芬金的原作 是根据自己的两名女同学的 亲身经历撰写而成 他的这两名女同学 因容貌普通 性格懦弱 在上学时长期遭到同学的霸凌 这段不堪的经历 给两人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因而他们后来都早早离开了人世 其中一人是在独居时 突发癫痫去世 另一人则因产后抑郁 开枪自杀 这恐怕也是这部幻想作品 能引人共鸣 成为经典的真正原因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推理和犯罪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下期见咯